确定台積電預估會有兩座先進封裝廠 就是大家熟識的COAS廠會落腳加科 台積電真的要來加義了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記者會上正式宣布拍板定案 行政院和台積電達成共識 將提供20公頃土地 興建兩座先進封裝廠 最快今年4月就可東攻 用最快的速度來解決各項的公共基礎建設的問題 讓台積電可以很快的租到地 甚至馬上就要動工 去年5月嘉義科學園區正式動土後 行政院就開始積極協調 開始電到加科設廠 現在相關環評跟水電設施都已經盤點完成 建造在最後審核階段 也是加科第一張建造 那兩座封測廠 那應該會有3000到4000個以上的工程師 消費性的旗艦 奧列華泰民品層 那也要來投資的 那在工業科技的旗艦性的 台積電也要來投資的 目前規劃 封裝廠在加科 製造廠會另尋他處 不過台積電確定要來 早就讓包括園區所在太保 跟旁邊的蒲子六角 房價這半年來水漲船高 興建案一坪35萬 一分農地3000萬 台積電來嘉義 除了工作機會 房地產也跟著發大財 在內新聞廖國雄古不先